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老顽童这人压根就不在乎繁文入截 他想学一门武功 哪里会在乎对方比自己小 杨过闯出暗然销魂掌的时候 老顽童就找他讨教过几招 虽然表面上两人只是鄙视了一般 但后续剧情中提到周伯通新学成了一套有17招的掌法 那暗然销魂掌就是17招 可想而知 他就是将杨过这套新创的掌法学去了 不过 对于周伯通来说 这套掌法应该是很难在他手中发挥威力的 因为以他乐天派的性格来看 他很难黯然神伤 但即便抛开这门神宫 他的武功本就已经在杨过之上 二 张三丰 金庸故事的有趣之处就在于 他总是在补击运间将侠义精神传承 红七宫传宫郭靖 郭靖指点杨过 杨过又在华山指点了张三丰三招 分别是推心致富 死同发达和鹿死神手 这三招是让原本不太灵光的张三丰开了窍 击败了萧香子和尹克希 后来的张三丰自创了武当九阳宫和太极神宫 创立武当派 成为了武林至尊般的存在 后世人甚至认为他是古今第一宗师 只怕晚年的他实力已在当年的杨过之上 三 郭湘 杨过的确是给过郭湘三枚金针 但他何时成了郭湘的师父了 其实 两人的确是没有一个正经的 拜师学艺的过程 但郭湘的确是学过杨过的武功 不过是偷学的 以天屠龙记开篇 郭湘与无色禅师对决的时候 就提到过这么一句 郭湘见招斗辫 东区西走 连销竖简 张军宝在旁看着出神 呼得一一的一声 原来郭湘这一招却是四通八达 三年前 杨过在华山之巅传授张军宝 郭湘在旁瞧在眼中 这时便使了出来 郭湘一生都挂念着杨过 杨过传下的这门武功 对于他来说 自然也是意义非凡 后来 郭湘也开宗立派 成为了俄眉祖师 这三位传人中 周伯通和张三丰的武功 应该是在杨过之上的 而张三丰和郭湘 都成为了正派掌门 可见 杨过虽不在武林之中 却也对武林贡献极大 好了 本期话题到此结束 大家若有不同见解 请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喜欢经典武侠剧的朋友 记得订阅关注我们 我们下期见